大家好,歡迎收看山田建築日記 今天我們要做的是一個摩天大樓 就是位於芝加高的威尼斯大廈 我們一起看看建築的結構建造過程 最底層A的結構是一個大的正方形 面積是48x48,由9個正方形結合而成 第二層B的結構就是這次俄羅斯方化 由7個正方形組合而成 第三層C的結構是一個十字型 由5個正方形結合而成 最高層的結構就記得要面向入口 記住只有兩個正方形結合 很多威尼斯大廈的作品都沒有做入口部分 但我會做入口部分和室內的設計 入口的高度一共是24個方塊去到第六層 上面有一個半圓形 上面有一個半圓形 入口的寬度是21格 我剷走了大樓底部其中一部分 用來做大廠用 第10層第11層還有BCD部分的頂端窗戶 記得要換成黑色 最後在天桌加上天線 整個結構完成了 雖然我完成了大廈的室內設計 但因為室內設計 我一共平方送了整個星期去處理 我就沒有做到建築的過程出來給大家看 只能夠在這樣給大家欣賞 只有兩隻 之後就是比較沉悶的理論部分 之前我也一直在考慮應該是平為初級還是中級 不過最後我覺得因為在起之前 我們是要做一些運算 所以我都決定平為中級 現在就看看我的設計圖 大廈的總高度為189個方塊 面積是48x48 每一層的高度都有4格 A部分有20層 B部分有6層 C部分有10層 而D部分有8層 大廈的實用部分高度一共有176格 而天使的高度有13格 內部的規劃就是這樣的 最頂層就是觀景層 而D層就是餐廳和酒吧 C層就是生活空間 B的沒有窗戶層就是銀行 而B層其他樓層就是辦公室 A層的教育位置是商業中心 A層沒有窗的位置 就是活動和展覽中心 而A層最底層就是購物中心 這個就是威尼斯大廈 和網上其他Minecraft的作品不同 我又喜歡完成的室內設計 網上很多作品都會缺份這個元素 不過坦白說 我不是太喜歡室內設計 好啦 今集到這裡為止 下一集再見 拜拜